看电视日前,广电总局公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名单 公益、文化、原创是主要方向、道德建设、生活服务、传统文化等成为创新创优节目的主要类型 而收视表现均于前列的报款中已就未入选 文艳十日前,广电总局通过官网公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名单 共计十档节目获得表彰,包括三档广播类节目、七档电视类节目 每档节目获得了十万元扶持资金 其中三档广播类节目分别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政 上海广播电视台给90后奖马克思 四川广播电视台撤离 七档电视节目分别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前一步 天津广播电视台效力相应 江苏广播电视台美好时代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同一堂课 山东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 河南广播电视台老家的味道 甘肃广播电视台大戏台 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要认真学习借鉴这些节目的好做法好经验 坚定文化自信创作生产更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信息的优秀自主创新节目 更好能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和美好生活需要 公益文化类节目成获表商主流 自主创新是不变底色广电总局 推动的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流评选 向来从坚持正确倒下 传递核心价值观 内容积极健康的基本立场出发 追求节目内容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 公益文化原创是创新创流节目的主要方向 由此道德建设生活服务传统文化等类型 成为二季度创新创流节目的主要特点 其中向前一部同一堂课老家的味道等节目 就体现了较强的公益属性 北京卫视向前一部节目 是首大聚焦人和公共领域对话 城市公民与公共政策对话的社会民生类节目 浙江卫视同一堂课将之教引入电视 召集二十二位文化明星名人深入全国各地的小学校园 为孩子讲解经典课文 探索工艺与文化的对接点 老家的味道尽管是一档美食节目 但也融入了工艺性元素 对河南各地的特色食材产品进行积极推介 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脱品 针对传统文化的节目 包括天津卫视效力相迎 甘肃广播电视台大戏台 效力相迎 聚焦相声百年历史和创作 讲述相声艺术及背后艺术家的故事 大戏台已传承传统戏曲文化 未己任 此外美好生活 此时此刻则均重点展现社会万象 挖掘新时代普通人的平凡故事 获得创新创优的广播节目 则主要是围绕重要时间节点推出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见正式中国之声 推出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节目寻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轨迹 寻访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给90后讲讲 马特斯 在马特斯赞成200周年之际 通过贯穿马特斯一生的19个小故事 帮助现在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马特斯 这位伟人的人生历程 以及他的重要思想成果 对于现当代中国的意义 自主创新是广定内容生产中的主线 更是创新创优节目评价的重要维度 近两年 总局通过限模令等调控政策把关引进模式的数量品质 鼓励原创节目制作 而此次第二季度的十档创新创优节目 均为自主研发节目 遵循小正大原则 融合传播仍欠缺 在今年4月总局表彰2017年度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时 提出将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当作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创作中 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 纵观二季度入围创新创优的节目 均体现出小、正、大的自主创新方向 这些节目普遍将平凡百姓生活作为呈现重点 而没有逼过其 拼明星将社会效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 同时在节目中也突出对真善美价值观的弘扬 甘肃广播电视台、大戏台近两年总局在创新创优的节目评选中 越发强调再造广播电视节目创意、并播、制作、宣推等环节 真正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一体发展的高度进行整体谋划 体现融合思维、开展融合时间 而从二季度节目创新创优节目来看 在融媒体传播层面突出的亮点不多 如何找到媒体融合的接入点与着力点 仍需探索另一个相对尴尬的现实在于 此前总局创新创优节目评选中均有爆款综艺入选 今年一季度创新创优节目中也有欢乐中国人 经典永流传最强大脑、生灵奇境等收视和话题度表现不俗的节目 而第二季度则没有一档收视表现 居于前列的爆款综艺进入创新创优节目名单 -2018年第二季度创新创优节目名单 -2018年第二季度创新创优节目